说多个话题 昨天做了一条片都没什么人理 只有6000人 马英九 马英九访台 昨晚那条片还说还未肯定 现在还未肯定 见不见到习近平 九成九肯定了 不过就不是上午见 因为昨天看到一段什么时候见 还未见 还未见到什么 下午应该见了 就安排下午见他 大约是这样 你早一天说得不错 周围躺得不错 很不明白的 是不说的 结果有些玄学家来说 今天农年农月农日 还有农时 农时是早上七至九 尾身路斩 下午就不是 要是做足些 又不是农时会 当然也没什么理由这两条阿伯聚会见面 很多政治含义的 但是跟这个龙是没什么关系 是吧 就是两岸 但是总之他就是中若健 这个马英九这几天 台湾人是不是很关注呢 应该今早看到 如果是台湾人关注 赖清德轻轻一早 今天就委任这个行政院院长 是吧 就是民主党前主席 我都不熟悉那些人 所以都免得说那些 也都没有评论了 但是我想台湾人就紧张这些 因为他们会比较熟 说这个人做事如何 做梁智英医生长 未来几年知证 蔡英文和赖清德如常做交接工作 轻轻松松 这里说代表台湾人 你怎么计算你要尊重民主呢 代表台湾人现在是赖清德和民主党举产生的 他搞台独也好 你都要尊重台湾人选他 民主的伟大之处是这样 十亿人不答应的话就够知你 是吧 正式分离了就没有了 现在还有一些人觉得还是 根是相连的 大中华的 有这些 我不会太完全负面 我们文化上总是一个血缘关系 但是现代是民族社会观念已经不同了 战后战前 其实一百多年前开始出现民族社会这些 不是用种族 甚至不用历史去分的 是吧 当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 近代出现 近这一百年 即是说原住的地方的人就有权决定他们 集体决定他们的命运之类 是吧 你看到俄国经常说想收回那里 因为很多他当年移民过去的人而已 即是乌冬那些地方 搞不清的 克里米亚也是 俄国人占多 为什么要占多呢? 那些人移民过去 然后成为新的国家 现在新的国家就不要够 不想回到你的帝国 自古以来那些东西就出来 这些全世界范围里面都是很烦的 台湾和大陆的历史更烦 台湾其实就是属于台湾人的 台湾人的意思就是原住民 是吧 如果你这么说 那就是所有台湾人就回大陆 不行的 他住了一代 几代 甚至乎香港人是七年而已 更加爽 他们就不用 都不是 都是可以移民去的 只要你移民正式入籍 经过程序 宣誓效忠 你就是台湾人了 台湾是不是国家呢 中国那边不认 这些我们不需要来的 普通人真的不想理什么 你看到台湾一般人 但是当然政治人物就要你了 这个马英九 你是台湾人选你做总统的 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 他也没有可能再选到 他曾经也是很受欢迎 所以做了八年 你始终究竟以台湾为念 还是以大中华为念 你一世人在香港出生 然后香港出生是中国地方 去到台湾 是不是 世家 是吧 诸如此类 台湾这些 你有一堆东西 当时还是蒋介石这个那样 但是你七十多岁应该明白 台湾人自己都变了 台湾人的意义定义都变了 人口都会变的 新一队一路出现 那这些你不在地就没得救了 你自己呢 你的价值 你个人的事 究竟你想做什么呢 走去大陆 是吧 这次他是非常肉酸的 基本上去到周围都哭的 他一共哭了五次 哭了五次 第一次就上长城 和都学生一起唱歌的歌《长城妖》 哭了 哭了一轮 接着呢 祭宪元皇帝典礼 又哭了 我们是延望子孙骄傲 又哭了 接着呢 终身故居 又哭了 接着呢 黄花江七十二列士林 又哭了 去到盧溝桥 哎呀 想起中国梦 这样 又哭了 哭了 差不多五次 这个人在那里哭了 他喜欢哭 你哭饱他啦 你说什么 但是你不是特意去到这里哭 那里哭 还有一个就是这么久去到 你都没有提到自己是中华民国总统这个前总统 中华民国一国两表 那么你应该强调的 不是啦 因为不高兴 老宅不高兴 将会跟他说 下午透露出来呢 就是一个中国之下的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 绝对统治 那么就OK了 他全部呢 就是符合了老共想做的宣传 就是说要否定这个民选总统那个法统 如果法统就回到一个中国 是 就是这么简单 回到那些土地崇拜 文化崇拜 历史崇拜 这些这样的 老共是这样 当然啦 老共就是当权的 他就拿了这些东西 如果你是这么说 没得说啦 你自己个人的建议 但是你做什么做老杂的 就是他宣召你来安排好时间 有人说要对冲美日韩 美日韩更加不关你事啦 你对冲一下赖清德 赖清德520才选 他不用在今天了 他今天就做一点点动作 我委任这个院长 你看看台湾的新闻 有几多人喜欢看到马英九走去哭 除了那些深蓝的台湾人之外 那就恨人争啦 明知自己恨人争啦 老了 人老了就是这样 真是没用 毁的 不是个个人好像我老了才更活潑思想 其实老了就有个条件 你已经无名无利的包袱了 你更加瀟灑作人 是不是 现在你收买我 没意思 你怎么知道还有多长命呢 还去贪污 给个官去做 尺女七十几岁人 无谓啦 那你就可以自由 是不是 你一个文人的风骨也好 一个独立的思考的人 以前已经是 现在更加了 是不是 多好呢 以前你要做总统 又要顾住民主 又要成啦 那就是你的事啦 人民意愿 即是如果你是骗人民的啦 你一向都是 如果是大中华 他相对是较为大中华都没问题 国民党当政的时候 国民党是比较大中华 但现在这个世界真的变了嘛 台湾变了 香港也变了啦 香港人为什么这么喜欢他 因为其实跟他 香港人以前是不喜欢民进党的 基本上还是觉得 一个中国的 你为什么整天搞台独 是不是 你记不记得 保吊的时候呢 我们还去保吊的 现在几点后悔了保吊什么 坐在世间 和俊人那些坐在世间 扮爱国有用吗 一样而已 共产党拿来做工具的 这些东西 我要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文化 我都很熟的 交流一下 我不会弱得过这班 根本什么人都不懂的人 就是老共里面那班 爱国那班 家产十个那些 忽然爱国人士 他们不会比我弱得比我 讲中华文化 对不对 九流十阶的哲学 诸如此类 但是不是给这些 不是给这些 这些没问题的 台湾人都很厉害 台湾人的中文好过我们 好过我们 但是这个不要紧要 但是你不要整天利用 被人政治利用 你出去哭 你终于有这样的情怀 你不是要等到那些记者对着你才会哭的 你私下回去继组游力 哭饱他 这是你的事 你知道现在被人对着镜头 老共安排了这些东西 而你配合他 你要配合他做这些东西 配合到尽了 还有这几天 你记得上次他时时都讲中华文国 他讲自己是前总统 现在反而有些群众在街上看到他 总统 没有人提的 马英九先生 当然官方需要的时候就说他是前总统 然后他才代表了台湾人民 代表条毛吗 你输了两次 你之后 你的时候第二轮你都几乎输了 是吧 自己不知定就是这些了 最欲宣整件事就是哭了一段时间 人家还不见你 为什么不见你呢 看你哭得够不够真情 考虑了所有东西 是不是一个适合的可以做到一些公关的事情 如果你这几天不生性说了一些东西 我见你我就不答应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人家将你当是棋 将你当是一只棋 将你当是一个利用的东西 是不是 利用到尽 而你心知肚明 如果我们普通人不知道而已 可能还有些台湾深涵的 他以为他真的爱国啊 这里有百分之一百 是不是 人都有少少的 乡土情 我也有的 多少有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资深正义 他不是因为乡土情哭 哭给习近平看 这个表忠 哭了五次 终于今天 今天 今早还没说清楚 免得你下午突然说 一个中国 中华民国 那你就混蛋了 是不是 看着你没事了 终于去到之前都没事了 才肯见你 然后一见你 他会说一样东西 下午你看死吧 台独是没有希望的 没有前途的 法律狠说借你的口 借那个新闻机会 是不是 好像你那样就对了 台湾人 如果不是好像麦英九先生你那样 我和你都是站在反台独的清楚立场的 看看他会不会再说些打齿你的话 打齿你的话就未必说 因为没有条件打人 出不上 但已经看清楚了 美国看清楚了 他没有能力 现在我们客观上看他的军事力量 远远没有能力 打台湾了 但是 是不是 说就可以了 打嘴炮是不是打 现在就要看下午了 但是一定是说些 有些比较恐吓性和决绝性的说话 等到这个时刻 是不是 而借马英九 这个叫做台湾还是一个知名的人士在这里 说一些宣示一些对台湾的政策 而这些政策究竟是怀柔的政策 两岸都是一家人 我们没事的 我希望他是这样 这样就台湾人好些了 不过很难说 我看他会说一些很不适合的 因为他已经经他口 连九二共识都要否定了 现在可能如果他最好就是一个原设之下的九二共识 然后台湾人不要说没有希望 没有出路 没有恐吓台湾人 但是你看他一直在这阵子做的事情 都是飞机一直在飞飞 他还有客人 没有第二招 他不敢说一些软弱的说话 所以他不会利用马英九这个场合 宣示一些友好对台湾人 他会继续 因为他已经没有变过了 如果他突然变过我都欢迎 就是用友善的说话 你看他对香港人都知道 中原心态 我就说是很大事了 是不是 现在是什么 你呀 台湾十年前的GDP已经被深圳追过了 是不是 我们的GDP大你20倍 应该大约4% 等于 这又怎样 香港更少 等于他的GDP是2% 奇怪啊 香港的GDP 他最近几年才深圳过了 他说十年前过了 台湾是不是错误了 就是中国籍谷 那又怎样 你做到别人的事吗 在国际上有那些地位吗 是不是 这些宣传的事各有各表 各有各去做吧 只不过呢 我就说既然是这样 就是如此 你的GDP多了 你的GDP大了 整个非洲加上都不够你的GDP多了 那是不是要整个非洲归顺于你 大汉的 大汉的天位全部做番薯 全部做番薯 不可能的嘛 有很多历史 香港人都不信了 就是香港人就不信了 香港人和台湾人都要反省一下 80年代这么多人回大陆投资 协助他四化 结果他现在就觉得所有功劳是没有的 共产党 然后呢 就是以这个虎视的态度看你们香港人 听说给你一点点自由 是不是 赶走部分那些 那些很多是当天搞保钓 牛哥等人 是不是 我都是情感常撑的嘛 保钓很兴奋的嘛 陈旭强死那次 是不是 以为是我们都是一国的人 内部矛盾而已 现在不是 敌我矛盾 是不是 我有份的 当代中学会的主席叫做许宝强 现在比你厌司这么厉害 不敢出声 几年了 一个这么知名的本土学者 是不是 香港人很多 什么 不敢出声 每个都 一般人当然不敢出声 每个都像我某人的嘛 但是你想想这些 你想想一般香港人的情怀 是不是 你不要说上来爱国 上来揽炒 是不是 搞过又阴谋看 搞过什么组又 倒了组又是攒炒 香港人的攒炒意识 是不是 那又是危机 什么东西都是危机 是不是 爱你便变为恨你全部 香港人已经是爱变了恨 是不是 台湾佬呢 是不是 也是一样 是不是 越是你越是巴欣币,习近平越是狠狠,越是走得远 今次整个setting,找一条过气人物,你走来做一轮宣传 如果都不会的,多数下就吵架这台湾人,你不要搞啊,你不要支持啊 台独死我一条,我们不放什么,就是我和你马英九都一起反对台独 因为马英九表现了这几人,不能不赞同了,委任你做台湾省长,最高代理人 一个选举,你的党输了,不是你输了,这样的过气人物台湾人已经不要你了 阿伯来的,你已经是一个过气的阿伯了,你当保那样,是不是? 就是香港那些左仔一样,香港人都不喜欢他们 那你喜欢,是不是?你都要捧一些香港人要的人做代理人 我偏,你不喜欢我偏要他做,邓兵强那些我偏要他做,出来吵架你,是不是? 那你就不要了,台湾人要聪明了,不高兴了,就是要留意的 这些不要以为是准备好,不是准备好和老共谈好一点,诸如此类 准备好武装,有战争的准备,准备好反而就没事,是不是? 我一旦从这个说法,美国人都是这个想法 民众党现在都很崴这个,不会挑衅,但是做好潜艇、飞弹 做好民防,做好一年预备役,全民皆兵 那你一看,没有了,借不住,天天找马英九去哭 你哭就可以哭回台湾人回来了吗?狠狠,好了,说完了 我准备好大,好大,好小口、那一段时间 senza做好高兴 就让你开始了解,不成功 我现在要随便一段时间 好,对不起